我現在位於美國德州的Dallas 各位朋友大家好 德州的Dallas就是德州的第三大城市 同時它也是美國的第八大城市 當我們駕車在Dallas的街道當中 真的給我的感覺就是這裏是一個相當現代化的城市 有著眾多的高樓大廈 德州的Dallas 設有電信、計算機、銀行、航空運輸等等 還有鏈有石油化工、石油機械 都是它們的主要產業 尤其是在二戰後 軍火、飛機製造等等 以及電子工業的興起 令到Dallas成為了美國西南部的重鎮 同時它們也是美國中西部的交通樞路 今天我們就在Dallas一日遊 首先來到的是Dallas最有代表性的博物館 它的名字叫做第六層博物館 進來博物館停車費10元 門票一人25元 大陸層博物館主要為紀念 是1963年11月22日 當時的第35任總統John Kennedy 到達了德州的Dallas來爭取更多選票 藏而想獲得聯銀 當日它就是遇刺身亡 兇手就是隱藏在這棟建築的六樓 這棟建築當時是一個教科書的倉庫 建築位於Dallas的市中心 這棟百貨館只有兩層 主要就是還原了當時的歷史情形 講述了整個事件的發生過程 主要的講述方法就是通過影像和圖片 看外表這麼普通的一棟建築 在這裏就發生了當時震驚世界的產案 在百貨館裏面是不給拍視頻的 只可以拍照 這組相片就是整個總統的遇刺過程 當時的總統一共伸中三槍 槍槍都在重要的部位 槍槍都命中要害 這棟建築的第六層 看出去就是正對著當時競選車隊經過的位置 當時的子彈就是從這個位置射出來的 為了紀念這個遇刺的事件 在這棟建築的第六層 曾經刺殺總統的地方 現在就成為了一個博物館 今天我們過來參觀博物館的時候 我和兒子有了尖銳的衝突 他就說他不喜歡看這些博物館 他完全不想去了解一個人怎樣遇刺身亡 他說跟他無關 他就說他對大自然的景色 比他了解一個已經不再生的人更有興趣 他還跟我說 以後無論去到哪個懷念某人的紀念館博物館 都不用與他 在第六層博物館的旁邊 就是另一個Dallas非常著名的景點 Kennedy紀念廣場 他說沒有興趣不同意去 要去掛市中心 每個人的興趣外好都不同 既然不想再去留級博物館 那我就會到市中心去逛逛 感覺到在Dallas這個城市 有識人種數量多了很多 兒子說還想吃叾羽 所以我就從市中心在這裏 分享登上一間在Dallas非常有名的 德州�ib beating Dallas的籃球隊叫做小牛 兒子對這些就有興趣了 德州一共有三支籃球隊 Houlson的火箭 Saint Antonio的馬刺 還有Dallas的小牛 可惜這次美國之行 新的一季的籃球賽季還未開始 現場看一場NBA比賽的願望還未實現 那就下次吧 就是這間店 店名叫做Piccan Lodge 我不知道讀得對不對 鐵欄杆的位置就是排隊買烤肉的位置 平時過來這間店的人超級多 我們過來的時間不是飯店 人就不是那麼多 這次的德州之行 令到我們愛上了德州的烤肉 吃了幾次都不厭 黑板上面就是他們的主菜和配菜 還有各種烤肉的種類 吃過幾次Beef Raid 幾次都因為賣光而沒有吃 這次終於可以吃一個巨大的Giant Beef Raid 這就是他們的招牌 另外還有牛胸肉和豬立牌 配菜還有酸黃瓜和薯仔沙律 這間店他們的麵包不是免費的了 是要自己另外付錢買 德州烤肉的顏色看起來表面就黑默默的 要選用當地天然的木材 慢慢烤製 這些木材的燃燒出度非常慢 通常就需要幾個小時的烤製時間 讓肉慢慢熟透 到最後的時候 再大火加快木材燃燒 讓烤肉的表皮可以焦化 所以德州的烤肉 表面的顏色就是這樣焦化的顏色 這間店雖然在Dallas非常出名 但是我們吃過之後 不知道是不是有了先入為主的原因 始終都是喜歡在洛克小鎮那裡 那間Smithy Market 之後試過的幾間 味道和Smithy Market 始終都是有差距 這間店在Dallas也是相當出名 場上可以顧著他們很多獲獎的證書 走完這間區之後 接著我們就去了Dallas最大型的購物商場 去了逛街購物 至此為止我們這次的德州行 就跟大家分享完畢 德州的烤肉 德州的西部文化 讓我們留下了深刻印象 尤其是洛克小鎮 有機會的話 肯定會再次回去品嘗他們最正宗的德州烤肉 今天的視頻 美國德州Dallas一日遊 就跟大家分享到這裡 我喜歡分享我生活中的點點滴滴 如果喜歡我的視頻記得關注我 多謝你們的支持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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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